去年11月 非法官网发起了一个 关于易建联和哈达迪的投票 的确这对老冤甲在国际赛场和CBA赛场上 每次的碰撞都会燃起火花 两位都是各自国家队的绝对核心 国家队生涯中有着多次的交战记录 他们的每次对抗都是整场比赛的焦点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他们最初相遇时的画面吧 2004年的亚青赛 年仅17岁的易建联首次遇到了19岁的哈达迪 那一场稚嫩的阿联竟能拿下11分 而哈达迪砍下18分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并带领伊朗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亚青赛冠军 第一次交手哈达迪完胜 那时候的阿联应该知道 这个人将会在未来十多年 成为他必须越过去的大山 在中国南篮新的三大长城时代 亚洲没有任何对手能够在中国队的内线嚣张 当姚明退役后 王志志逐渐老去 青涩的易建联接过国家队领袖的交接棒 2008年北京奥运会 易建联表现出色 此时开始 大家对这位未来的南篮核心抱有极大的期待 而真正的考验 就是2009年的天津亚青赛 主场作战 小组赛前四战非常轻松 72分狂胜印度 23分大胜阿联酋 没有遭到什么抵抗 小组赛第五战 面对2005年多哈亚锦赛的冠军黎巴嫩 雙方站至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 黎巴嫩最后一攻三分不中 中国队才惊险获胜 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约旦 南篮也是到最后阶段才凭借罚球锁定胜局 这两次险胜像是一个警告 但没有人会在胜利时反思 就像没有人会在失败时庆祝一样 决赛面对上届冠军伊朗 中国队全场处于被动 哈达迪坐镇伊朗内线 中国南篮半场比赛仅得25分 创造了中国队亚锦赛历史半场最低得分记录 义剑连为了扭转局势 屡次面对哈达迪的巧幸发起强打 但总是无功而返 在一次进攻中 义剑连站在外线假动作投篮 希望引诱哈达迪上前封盖离开禁区 而哈达迪没有上当 甚至歪着头 看了摊双手 做出一个请便的动作 如果这一球命中 那么将是最好的还击方式 但义剑连犹豫再三后 早已乱了节奏 一个大男孩的自尊 就这样被扔在了地上 而挤满了中国球迷的体育馆里 叹牺牲就像一把把剑一样 射向了年轻的义剑连 赛后哈达迪接受媒体采访 透露这其实是教练安排的战术 就是不让一剑连进内线 放外线 整场比赛一剑连只得到 11分11个篮板 远远低于那届赛事的平均数据 哈达迪得到19分17个篮板 面对哈达迪 中国队的集体高大身材 并无明显优势 只能依靠王志志的技术 一对一单打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外线 在面对身高虽然略矮 但速度更快更灵活的伊朗外线 中国队毫无办法 甩不开 挡不住 投不进 防守上一次又一次被对手突入内线 半奖典礼上 沮丧的一剑连双手捂着脸 满脸羞愧 对寡言又孤傲的他来说 这样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 失败是哈达迪赠予的 这次天津亚锦赛 成了一剑连和哈达迪恩怨的开始 他永远记住了 这个让他在家门口 颜面扫地的对手 他记住了那个摊手动作 对于21岁的一剑连来说 这样的耻辱 一定要你双倍奉还 在后姚明时代 亚洲第一中锋的争夺 已经开始了 2007年 一剑连加盟NBA熊鹿队后 哈达迪第二年 则被孟菲斯辉熊队选中 两人效力NBA时 有四个重叠的赛季 但总是有各种原因而错过 直到2010年2月 他们才真正的对决了一次 也是天津亚锦赛之后 两人的首次交锋 这一次 阿联赢了 哈达迪打了15分钟 四投一中 只得到6分两个篮板 而一剑连21分钟 9投6中 弹下15分 四个篮板 他用自己的表现 告诉哈达迪 再次相遇 自己绝对不会是输家 2011年武汉亚锦赛 一剑连已做好了准备 无论是他本人 还是中国队 他们的假想敌 都是近年来 三界两贯的伊朗 但令人意外的是 伊朗马士前提 被黑马约旦 在四分之一决赛淘汰 而中国队也没有 与伊朗交选 最终以一分 险胜约旦得贯 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马票 在那届赛事中 伊剑连和哈达迪 双双当选退佳阵容 而伊剑连还获得了 本届赛事的MVP 但没有痛扁伊朗 对其个人而言 是令人遗憾的 2013年马里拉亚锦赛 伊剑连由于大腿拉伤确症 中国男篮在小组赛中 再次输给伊朗19分 这两年的奥运会 和亚锦赛的接连惨败 让伊剑连再次遭到质疑 伊朗又一次获得冠军 哈达迪从伊剑连手中 拿走了MVP 时间来到2015年 长沙亚锦赛 这时的伊剑连 无论从心理上 还是技术上 都达到了巅峰状态 按照大赛开始前的预想 我们就是要在决赛上 与伊朗决战 一血前耻 在抽签时 身为东道主的我们 有意避开了伊朗队所在的半区 哪怕我们会在小组赛 遇到寒谷 有意思的是 伊朗队在淘汰赛开始之前 就报冷输给菲律宾 使得这场中一大战 在半决赛就提前上演 但需要知道的是 在后姚明时代 中国南篮仅仅在 2010年亚运会上 祭拜过伊朗一次 更让伊剑连难以释怀的是 他还被哈达迪羞辱过 因此这场比赛的主角 注定会是伊剑连 开场后 双方就针锋相对 身体对抗非常频繁 火腰位极浓 当比赛进行到第一节7分钟时 阿姆拉尼和赵继伟有一个身体接触 哈达迪推散赵继伟 阿连见状狠狠地给了哈达迪一肘子 并大声呵斥 裁判及时将双方分开 虽然我们不鼓励球场暴力 但我还是想说 阿连干得漂亮 第三节进行到第三分钟时 压锦赛最佳进球出现了 看着伊剑连的怒吼 仿佛当年所有的怒气 在此刻尽情宣泄 这可能是伊剑连国家队生涯最快乐的时刻 他熬过了上一辈退场留下的黑暗时代 你给我的羞辱 我将毫无保留地还给你 这口气他憋了六年 最终中国队以70比57 击败易老晋级决赛 并在决赛中战胜菲律宾获得冠军 而伊剑连又一次从哈达迪的手中 拿回了MVP 这一战为两人之间在国际赛场上的较量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但在职业联赛中 他们的斗季却从来没有结束 近些年 广东和四川比赛 最有看点的就是伊剑连和哈达迪的较量 在无休止的纠缠中 谁也不服谁 谁也不服老 尽管他们各自的实力 都因岁月而逐渐下滑 但是那种对篮球的热血 和作为球员的激情 永远存在 17到18赛季 广东与四川的比赛结束后 哈达迪主动找到了伊剑连 给他送上了一个友好的拥抱 而阿连也很给面子 面对这个曾经恨得咬牙切齿的男人 阿连似乎已经放下了 这一幕突然让我有些不适应 但又好像出乎意料的自然 匆匆十年 多少恩怨已成过往云烟 或多或少 阿连与哈达迪也有着相同的感受 再往后相遇 阿连与哈达迪的相处模式 已然改变了不少 甚至可以在场上聊天 谈笑 也许十多年的恩怨 只需要一个拥抱 便可以沉淀 伊剑连与哈达迪 成为了人们想象中 最不可能的样子 也成为了人们想象中 最美好的样子